IT全爸爸新奇可选早知道 最近苹果修改了官方网站上保修条款 将Apple一年有限保证 以及Apple Care Protection Plan全方位服务 这两项的海外服务改为有 因此有网友认为 只要是iPhone买了不到一年 或者是购买了Apple Care Plus的朋友 即使买的是水货也可以在国内进行保修 消息一出立马被疯传 有不少媒体甚至称 这意味着iPhone可以享受全球联保了 但是小姐姐眉头一重 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在消息传出后 有媒体向苹果官方客服求证 客服表示并没有收到相关通知 这是怎么一回事 再仔细查看保修条款 可以看到在海外服务那里 有后面还有个信号 而表格下面的补充说明则表示 Apple可以将服务限制在Apple或其授权经销商 最初出售Apple产品的国家或地区 也就是说这里的海外服务是有限制的 并不是简单的全球联保 看来这一次是大家理解错了 至于购买了水货iPhone 有需要在国内保修的朋友 还是别太急到 先向苹果官方客服确认一下吧